中文字幕——YK 香港的工作室简约之风扑面而来 黑白灰色彩很单一 但是不经意的装饰 让人看着绝不单调 简洁中张扬着一种力度 所有的力念看似平淡 却蕴藏着深厚的包容性 每一处每一个角落 都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一种粘合力 让人不自觉地有了一份归属感 简约是一种听起来很简单的一种风格 但是对我来说 简约不能够用一种风格来把它形成 因为为什么呢 我觉得简约是一种设计的态度 是人生的一种态度 在简约风格的设计里面 我觉得都是 我觉得都要习间培养出来的 都是习间培养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很自然的 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有试过 他都希望做不同的尝试 我也希望做这样的设计 我也喜欢做这样的设计 有的时候他都不懂得爽和 就把太多的东西放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过程 当你尝试过很多东西的时候 你就懂得爽和 当你知道太多是不好的时候 你就爽和 你就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去 怎么是 去放弃 我觉得 有能力去放弃 这是你成功的第一步 梁志天从小出生在一个大家庭 家长对他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高 因此也培养了梁志天 做事很有规律 很严谨的习惯 当然这些也都来自于他对细节的追求 也成就了他每一件作品的完美 简单的设计 我觉得它的收口 在我们行内说 行内说 这是收口 这是不同的角度 或者是不同的材料 通着一起的时候 那个收口 一定要很干净 不能够这样 也不能够这样 它是要这样 这个就是很漂亮的收口 很简洁的收口 这个事情看起来很容易 但是因为整个空间有很多东西 包括是地角线也好 那个天花线也好 假天花也好 什么门套也好 其实这种奇寸上的一种 那种配合 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的收口越简单 越简洁 这是越好的设计 有的时候就是 这条线碰不掉这条线 做起来就是这样 这个就不影响 我觉得这是这些小步生的问题 比例 对我来说是没有王金比例的 如果有王金比例 每个人都是王金比例 这个王金比例就对了 一百分了 那就不用设计了 还是没有王金扣除的 也是没有的 但是这种细部上 还是碰得最漂亮 最简洁 应该基本上是最好的一种 杨志天的工作是给人一种 很强烈的线条感 这也是简约风格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当然也是最难处理的一个表现手法 有一个朋友跟我讲 梁先生 你只能设计极限 不能设计去线 我没想够 真的我设计的东西都是以点 线面为主 这个可能是我学建筑的关系 我那个时候学建筑我还是比较喜欢做一些比较方正的东西 但是我不代表我是完全不做弧形啊 圆的东西 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小 我觉得这样的非常工整 非常方正的东西 我很舒服 这个可能是我的个性吧 我个性还是比较习的 简约和简单 只是一字之差 但是里面的学问可是千差万别 怎么样让简约不简单 梁志天用他自己的方法 其实简单的东西也是很漂亮 但你怎么把它做这个味道出来 你看我现在在我前面的一套杯子 你看这个杯子都是全白的 没有花纹 没有图案 但是每一个杯子 我觉得都不一样 都很漂亮 就是他的比例 他的教训 所以实际简单的东西 在一个比例上 会觉得很漂亮 这样的很内看 我每天看着他 我也不感觉到他很快的过气 过不漂亮 我就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技 眼前这幅画是梁志天非常喜欢的一件艺术品 风格也是极简主义 画面简单 却渗透着力量和品格 梁志天认为空间的画面 与这件艺术品有共同之处 就是合理的构图比例 设计 设计 那个比例 跟扣除 跟细部 这三个 很重要 但是比例的话 很多设计师 他们做设计 或者特别是一些业组 他们看设计 都喜欢看那个效果图 效果图是很容易明白 因为每个人看 都能想象它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公司里面 这个设计 我是特别注重 立面 立面就是平的 其实一个空间里面 有六个面 有天花 有地板 还有四道墙 我是要求我的设计师 每一道墙都把平面画出来 为什么 因为只有在平面 只有在立面 才能够增进有它的比例 通过靠细图 没办法看到真正的比例 所以 这好像 我要我的设计 六个面 独立来看 也是漂亮 中科来看 拼起来看 还是很漂亮 这个很重要 有的时候 你把套细图 做得很漂亮 但是单独来看 一个立面的时候 可能它的细部 就有问题了 可能它的比例 就有问题了 但是 这个东西呢 可能不是每一页都能看得明白 看得懂 但是对我来说 这种比例 是非常非常重要 杨志天还有一个头衔 就是样板房大师 他设计的样板房 也大都是简约风格 最大的特点 就是看上去虽然简单 但是简单中 张扬着一种前瞻性 看似简单的线条 却能迸发出赏心悦目的效果 平静 含蓄 内敛 但不失个性和张扬 用最简单的笔触 就能演绎出 与众不同的尊贵和气派 如果你把一个三米的房子 做起来 看起来是三米二 你就是成功了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空间的运用 同样是一百平方米的房子 同样是三个卧室 你怎么把这个三个卧室 包括是客厅 幻听 它的运用 觉得是很实用 这个是平面的布置 可能我们改一点点的东西 它就可以把这个空间 它的使用的效率 做得更好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风格上的问题 每一个样板 我们应该都有一个 那个感动的东西 不管你是一个卫星间的 一个小柜子 比较好 一个衣卯间也好 当顾客打开门的时候 觉得 哇 这个柜做得很好 很漂亮 那个西服做得很好 材料用得很好 很实用 都可以 所以 其实每一个样板 首先你记得 它的目标的客户群 是什么 而且它的定位是什么 对镜下药 这样的话 比较容易